我覺得蠻酷的 是說我也沒去真的參加過時裝之後 但是我覺得就是 可以在台北參加 可以見識一下到底是怎麼回事 以前蠻喜歡的就是 找一些那種老的T-shirt 以前那種NBA的球隊T 就是一些老東西 像之前有時候去美國的時候 都會去逛那種老的球隊T的那種店 然後去老包子這樣 我會 我會穿二手 但是改衣服的話 我可能要學一下要怎麼去改衣服 但T-shirt可以 因為T-shirt它其實只有一把剪刀 就是隨心創意這樣子 那其他如果要設計其他衣服 新的出來的話 或者是把原本舊的衣服改成 改造成新的衣服的話 我可能要再去學 那穿二手的衣服 我也蠻喜歡的 對 以前就常常去那個二手店 看那個衣服啊 牛仔褲 如果萬一真的我穿不到的話 我就是送去給需要 就是需要衣服的人 然後要不然就是就衣回收 就是可以再做環保 我幾乎都是走這兩條路這樣子 小時候我就是穿 你知道回收衣長大的 然後 這樣子講 很多人然後穿二手衣 然後所以我跟就是這種回收環保 我很小就開始這樣子的 算是一種生活方式了 然後對於布料料子啊 然後對於就是整個環境它 衣服能夠給我們什麼樣子的故事 然後給我們什麼樣子的感覺 你知道在演戲的時候 常常我就是 我到現場我只要把衣服穿上 我就會變成那個角色 你知道嗎 所以我自己跟衣服的關係 你知道 就是它很助 幫助我的想像力 然後它可以讓我表達我自己 然後我很喜歡這個 我很喜歡這件事情 我很喜歡穿衣服 是我的重點 對 有時候也會不穿了 對 今天就是特別會有一種 科幻感跟未來感的感覺 不管是髮型啊 還是鞋子的質料啊 還有衣服的剪裁等等 對 都有一種科技未來感 不過這件衣服它 還是有一點同真同趣的感覺 有一些斷帶啊 折疊的一些小細節 剪了這個髮型 只是 剛好剛好還蠻搭配 後來選到的這一套 以自己的方式支持 台灣的新銳設計師嘛 然後自己的品牌 那當然也有安排 他們有安排很多的表演啊 我也期待非常多歌手的演出 對 現在慢慢的真的越來越會 像很久以前就已經不穿皮草了嘛 那也盡量避免任何皮草的露出 也還好就是 花園裡有很多花 總是要有不同特色的花 才好看 那也不會介意自己 可能被進行成哪一方面 但還是會去持續嘗試不同的面貌 這樣我覺得就夠 今天就是 我覺得就是比較輕鬆的正式風 然後有一點龐克搖滾的感覺 對 因為我現在最近都在歌手的狀態裡面 大家都知道我剛剛發了一個專輯 IMV 不然你去買 郁金香嗎 這是郁金香 他今天的頭髮很像郁金香 你覺得我是什麼 切牛花嗎 有 是不是切牛花 因為它也 也不是玫瑰 也不是康乃馨 切牛花吧 因為下面還滿大多的 你看一下 對 因為我才剛剛在Vogue的十月封面 穿了那個剪火焰 是Bob Jen的禮服 我覺得相當相當的好看 非常非常的了解女人的一個剪裁 然後我想要再看其他另外五位 五位不同的設計師的衣服 對 我相信今天會很精彩 還有下次可以看很開心 就衣 我常常就衣重穿 我應該是女明星裡面衣服最少的 每次去我的朋友 藝人朋友家 我都會嚇到 然後就會發現 因為我的衣櫥的衣服 大概就一排而已 因為我有一個已經做 今年第十七年 我的二手一直善意賣網站 每一個月我都會拿衣服去賣 所以每一個月就是 會在服裝間掙扎 因為要割捨很多的衣服 要不然我會沒有東西拿去賣 因為反正錢都是捐出去的 所以我的衣服真的是很少 所以大家可以去關注一下我的 二手一直善意賣網站 就很多衣服穿了 用不上了 可是因為有紀念價值 我就會把它大方捐出來 然後第一歌迷可以收藏 然後歌迷可以一起做公務 Dolton 不會啊 因為我姐姐有兩個兒子 我弟弟有一個兒子 他常穿哥哥的衣服 其實小孩子搞不太清楚 就輕易就易的 他反而覺得哥哥的衣服好帥這樣 就是他因為很愛哥哥 所以穿哥哥的衣服 他就覺得 就覺得自己很酷 那我弟又生了一個兒子 所以呢 他現在衣服會傳承給 那個小的 有耶 當然會 我覺得我那個 Walk封面那個團 對啊 可是一定不夠光 真的 如果是第一次看到 會有一件 嗯 後避常穿 如果 如果 沒有開後避面 會不會還是可以 回去走 來一下 還是就一場穿 好啊 Why not